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刚刚发布的Vivo X200 Pro 依旧是一款不折不扣的影像旗舰 在软硬一键上全面继承了上代Ultra的优秀基因 并且在风格化视频拍摄等方面实现了更大的突破 同时它还在外观性能续航AI等方面也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 接下来就让我带领大家好好把玩一番 那么在过去一年里直屏微取屏非常流行 在X100系列的五款机型中只有X100S采用了直屏的设计 所以给大家的选择空间并不大 而Vivo X200 Pro采用了全等身V4取屏 中矿采用了直角设计 若隐若现的拉丝纹里具有相当细腻的质感 屏幕向四面微微收服 避免了直屏的歌手感和曲屏的偏色 再配合居中挖孔一体感极强 这块屏幕的松核素质也相当优秀 首次采用了蔡茨大师色彩屏 支持11色显示覆盖100%的P3色域 支持全链路蔡茨自然色彩显示 在照片预览拍摄编辑的过程中 显色更真实更准确 在播放视频游戏等场景下 也具备很强的色彩一致性 护眼方面支持2160Hz的高频调光 减轻了低亮度下 频闪对于眼睛的影响 同时这块屏幕还支持户外高亮显示 夜猫护眼2.0 从极暗到极亮环境下 带来全场景的护眼呵护 镜头模组也不再采用非对称式设计 圆环的厚度终于一致了 内圈具有银色金属光泽 外圈还有一层时尚试钉装饰 每块镜头也采用对称的排布 机身背部极具秩序感 整机重量228克 拿在手里感觉还好 没有Ultra头重脚轻的感觉 一块6000毫安时的超大蓝海电池 经过我们实测 录制2小时4K60帧的杜比世界 还剩余54%的电量 所以在重负载环境下 也不用担心续航 X200 Pro还支持90瓦的有线 和30瓦的无线快充 大约60分钟就可以完全回血 天机调校看蓝场这句话 不只是说说 每次发哥新一代旗舰芯片问世 蓝场都会第一时间跟进 那么天机9400采用台积电 第二代三纳米制程工艺 第二代全大核架构 全新的ARMV9指令集 Cortex 925超大核 频率标到了3.62GHz 12核的G925GPU 理论参数比天机9300 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 在安兔兔跑分 轻松标到285万 和天机9300 骁龙8阵3 约220万左右的成绩相比 提升幅度相当之大 同时在Jigman 6中的 多核成绩为8500分 单核成绩超2700 3DMark WideLife模式下6698分 在专门测试的 光追性能SolarBy模式 它的成绩也达到了9458 另外Vivo X3 Pro顶配版本 还首发了LPDDR5T Ultra Pro内存 与天机9400芯片和UFS4.0闪存 组成了最新的性能铁三角 接下来我们看看游戏体验 新负载的王者荣耀 特效帧率全部拉到最高 半小时平均帧率120帧 平均功耗仅为2.78瓦 整个帧率曲线稳如一条直线 和吃饭一样简单 高负载的元神和崩帖 同样都是特效和帧率拉满 元神半小时 打怪家跑毒 平均帧率60帧 平均功耗为3.36瓦 崩帖30分钟游戏 平均帧率为59帧 平均功耗为3.54瓦 经过蓝场的调教 天机9400不仅跑分 傲视群雄 游戏表现也相当出色 面对不同素材的游戏 只能做出长时间 全特效 超流畅运行 经过这些年和发哥的深度磨合 蓝场对于天机芯片的调教 已经炉火纯青 在过去一年中 Vivo X系列在影像方面 进步十分明显 特别是年中的Vivo X100 Ultra 通过蔡司两亿 Apple长焦的加持 成为长焦之王 而X200 Pro最大的优势 便是继承了这颗长焦 和其他机型的 70毫米左右长焦相比 85毫米焦距 具备更强的望远能力 所以无论是在手钢大桥 工业炉 或者湖边风景的时候 画面都具备很强的冲击力 而两亿像素 可以保留更多的细节 在拍摄手钢大跳台的时候 经过放大后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大跳台钢结构的电缆和细节 在拍摄烟囱锅炉的时候 2022北京冬奥会 资样放大 也能看得非常清晰 那么放大之后 也能看到预览时 不易发现的水泥砖纹理 这颗长焦经过裁切之后 依然拥有很高的可用度 让一张照片具备更多的用途 等于色彩的影像算法 用数字变焦所拍摄的照片 可用度也非常强 如果嫌两亿像素太占空间 或者后期裁切麻烦 可以利用其中的预设焦段 比如在拍摄时 可以选择3.7倍 7.4倍等等 X200 Pro首发索尼LYT818 1.28分之1英寸大体 和F1.57的大光圈 在拍摄夜景的时候 可以获得干净明亮的照片 感光能力不输1英寸 而蔡司提星镀膜 漆皮镜片也能够 很好的避免炫光鬼影现象 主摄和长焦支持高速连拍 所以很好的定格 手钢大桥上 急持的列车 以及骑行者的精彩瞬间 X200 Pro每颗镜头 均支持动态照片的拍摄 可以记录事务运动的过程 让照片显得不再单调 并且还可以将动态照片 直接发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 一直以来 Vivo影像极具风格化 无论是忠于真实的蔡司自然 还是更加讨喜的鲜明影调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么这次 Vivo X200 Pro加入了四种风光大师滤镜 比如氛围可以让拍照对比度显得更加强 柔和可以让照片看上去更加的淡雅 黑金就彰显出滑贵的气息 赛博朋克具备很强的科幻感 有了这些别具特色的滤镜加持 可以让你拥有更加丰富的创作空间 同时视频拍摄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升级 每颗镜头都支持最高4K60帧杜比世界拍摄 来看看这组视频对比 相对于普通视频来说 杜比世界的颜色更加鲜艳 湖水碧绿天空蔚蓝 古剑华贵 它还是为数不多支持Log格式的机型 那么Log也就俗称灰片 它可以将原始数据以对数的方式记录 以保留更多的动态范围 拍摄时虽然看起来会比较灰淡 但在后期调色时可以获得更大的调整空间 作为最早登场的新一代旗舰 还是给我们带来不少惊喜的 虽然是熟悉的长焦 但用起来总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 让它在今年的竞争中具备了出动的长焦能力 在影像风格化 视频拍摄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提升 很好的满足了专业用户 可以预见的是 Vivo X200 Pro在新一轮的影像大战中会非常能打 同时他没有为了影像而做出过多的牺牲 反而还有进步 这就非常难得了 Vivo X200 Pro非常像动漫龙珠Z里的孙悟空 不断学习了更强大的剑王拳和元气弹等绝招 并且在速度和耐力方面有明显的提升 让他成为更加优秀的赛尔人战士 X200 Pro也像孙悟空一样 从一超变成了强能 影像就好比他的绝招 虽然这是我的杀手锏 但影像之外我依然优秀 这极有可能成为今年旗舰新机的新标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